中国有句话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去年6月18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墨西哥共同出席20国集团峰会 在接受采访时 两位领导人交谈不嫌不淡 不仅仅仅没有互相的眼神交流 对方发言的时候 另一个人都是眼神在别处 而且奥巴马提议握手合影时 两个人都没有站起身 媒体都称这场见面 是冷冰冰的商务会谈 在今年6月17号 奥普两人在北爱尔兰举行的 G8领导人峰会上再度碰面 结果更让人啼笑皆非 奥普两人居然孩子般的 抢起了一间健身房 虽然普京高姿态让步 还开玩笑的说 我更愿意到冰冷的湖里游泳 而且这次会面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让奥普再度复欢而散 健身房里的赌气显然未完待续 就在上个月的7号 对于斯诺登去留引起的分歧 奥巴马下令白宫发言人放话 二十国集团峰会 不予普京会晤 然而在距离峰会 开幕不到20天的时候 白宫又突然放出消息 奥普还是会见面的 就连美国媒体都表示惊呆了 用这样的标题来评价奥巴马 G20奥普会态度180度转弯 这个人不是一个小孩 而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见与不见 斯诺登和叙利亚就在那里 再过几天 普京就要在圣彼得堡 以东道主的身份 主持召开今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普澳究竟会如何互动 又将成为全球聚焦的中心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再度回应叙利亚问题 他承认正在考虑发动有限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不会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或打持久战 据俄塔社消息称 在8月28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闭门会议当中 当讨论对叙利亚动物时 俄罗斯外交官离开会场 中国外交官也随后离开会场 中俄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 恐怕要追溯到更早 2012年2月及2011年10月 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俄罗斯和中国都投了反对票 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G20峰会 媒体都非常关注 各国会如何对美国可能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进行表态 虽然美国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 但俄罗斯多名战略专家表示 西方国家不会在G20峰会前打击叙利亚 奥巴马和普京的会晤 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谈 在此次G20峰会前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还将对中亚四个斯坦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还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做短暂的停留 参加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会议 西普一周内的两次会晤 也将再次成为焦点 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称 习近平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 显然也是美国异常关注的一个国家 因为美国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已继承事实 但美国仍打算在中亚驻留军事力量 华盛顿已经呼吁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 接纳部分从阿富汗撤出的美军和装备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负责人格罗金认为 美国似乎更看重乌兹别克斯坦 该国首都塔什干已成为驻阿美军的后勤保障中心之一 而且它与阿富汗之间有80公里长的铁路相连 驻阿美军若撤到乌境内将会更为方便 分析认为 对美国来说 一旦其军事据点扎根中亚 就能够同时遏制中国 俄罗斯 伊朗 这三个国家 现在